嗨 今天带大家来做一套瘦瘦瘦小腹 并能练出马甲线的运动 只需要5分钟 一到两周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 好的 首先我们平躺到地上 让腰切紧地面 两个脚 脚趾并拢 来做一个脚紧计在还原的动作 注意脚往下落的时候 整个腰腹部都要收紧发力 来固定住骨盆 让它不要动 也就是说腰不要往上拱起 这样才能充分地锻炼到腹部 并避免要痛 不过一开始做会拱腰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腹部肌肉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只要坚持多练 慢慢地就好了 呼吸也要注意 腿往下落时 也就是你觉得辛苦的时候 嘴巴要往外呼气 像吹蜡猪那样 腿抬起的时候 也就是你放松动作还原的时候 鼻子往里吸气 好的 我们再来做第二个动作 背挺直 坐在地面上 脚做一个走路的动作 脚腹要保持收紧 可以想象着让肚脐去靠近你的脊柱 上背要保持挺直 这样才能更好地锻炼到我们的核心 尤其是腹部 我们要知道核心并不是只有腹部 它还包括盆底肌 腰背部和臀部 这些其他主要的肌群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躺下做剪刀腿的动作 腰贴紧地面 腿从高处逐渐往下落 你会感觉到腿越往下落越累 腿越往下落你就越想拱腰 请停留在你能承受的最累的 并且你的腰还能贴紧地面的那个点 保持住10秒钟左右 实在坚持不住了 再把腿往上抬起还原 如此重复 特别累的时候 注意是嘴巴往外呼气 而不是吸气 大家别做反了 这个动作对树腰腹效果特别好 尤其是对我们的下腹部 所以大家加油 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提臀 加脚点力的动作 往上提臀的时候 腹部要内受发力 同时嘴巴要快速地往外呼气 像吹蜡烛一样 臀部落下时 鼻子往里吸气 腹部还原 脚往外点地时 注意了 骨盆要固定住 不要往前翻骨盆 也就是说不要往上拱腰 要始终收紧核心 腰贴紧地面 这样才能充分锻炼到我们的腹部 令你腰痛 好的 我们休息10秒钟 再来做下一个动作 平板支撑 手臂吹至于肩膀 身体成一条直线 臀部不要撅太高 也不要往下塌 核心保持发力 也就是我们的腹部 盆底肌 背部和臀部 都要发力 保持自然的呼吸 不要憋气 平板支撑是一个特别好的能锻炼到我们深层腹部肌肉的动作 对受腰受肌肉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大家要坚持住 加油 好的 我们再来做体侧卷腹 上半身要挺直 我们发力做动作的时候 嘴巴往外呼气 动作还原放松的时候 鼻子往里吸气 往外伸出的时候 腿要尽量伸直 腿往回收的时候 膝盖要尽量靠近你的腹部 动作可以做慢一些 跟着呼吸的节奏来 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还有最后一个动作 我们就结束了 大家坚持住 加油 好的 我们再来换到另一侧 做同样的动作 核心要保持收紧 尤其是腹部 这样才能有更好的锻炼效果 核心要保持收紧 尤其是腹部 你应该能感受到 腹部和侧腰的发力感 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动作 马上就结束了 大家加油 好了 动作结束 5分钟是不是还挺好坚持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